大家好,我是广秀家族的第六代传承人梁小曼 从清代的1838年开始 我们家里面的人就已经是做广秀业 到了我这一代是第六代 所以在我五六岁的时候 我妈妈已经是让我开始学刺绣 真正去选择广秀的这条路 其实是在我高中的那个时候 我以前接触的基本都是绣一些传统的图案 对于我那个年代来说 就觉得这种图案太传统了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动漫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 我想绣一幅属于我自己的作品 我想绣一些我自己喜欢的题材 后来就选了一个动漫的题材 美人鱼前后花了三年的时间 我妈妈指导我完成了它 广秀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的 可以秀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颠覆了我对广秀的一些感受 所以那时候我考大学 我就选择了设计专业 就希望将广秀带入到更多的领域里面去 让广秀有更多的可能性 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个专业 我就将广秀融入到家居里面 希望广秀有更多的宣传面 有更多的人就可以将广秀应用到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屏风 背景墙还有软装 这些以前广秀都是没有的 我将广秀也融入到手绘加刺绣里面 将广秀的工时缩短了 但是效果继续持有它的画面完整度 另外一方面就是后期 我做了一个广秀的首饰创作 就是将广秀是可以佩戴在身上 像广秀的耳环 发箍 然后还有一些项链 更加符合年轻人的使用 就更好地宣传我们广秀 我是小曼的爸爸 因为在现在这个年代的话 因为很多年轻人在社会上 他们选择的行业很多 他们觉得就是说 这个传统手工艺 不是他们选择的一个方向 因为对现代年轻人的话 很难承得下来做得住 但是我女儿梁小曼的话 她从小就受到我们家庭的一个孙养 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话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那跟我们这个年纪大的 比较传统一些思维 我们都是有一些冲突 所以我现在也感觉 我女儿慢慢地融绕 这个传统手艺当中 我们也是感觉比较安慰 广秀是一学南京 看着觉得只是一条线 一根针 它其实有很多的针法技法在里面 如果是学有成的话 也起码要花几年的时间 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门槛里面 就使步了 我给自己的标准 一般是八个小时以上 但是如果是有一些 特别想完成的作品 我基本都是从早上十点 然后秀到晚上十二点都会有 当你喜欢热衷于一个事物 你就会将你的全身心 都沉浸在里面 所以我的刺绣体验就是 我的时间是很快就过了 很快就过去四个小时 八个小时 新时代的女性 我觉得是一个自立自强 这是一定的 而且是找到自己一个喜欢的事 就以此为目标 这样子去发展去做 就希望在我们当代社会里面 是以乐观 以一个更美好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 感谢观看